所有人都说,温家幼女从小千娇万虫长大,是全京都最幸福的小千金。 每年她生日,温氏集团旗下各大公司都会搞活动庆祝。 而我,爹不疼娘不爱,生活中只有干不完的活和挨不完的打。 直到温家律师找上门的那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才是温家的千金。 回温家那天,是庸人和司机来接的我。 我抱着对未来的憧憬,走进了那栋顶级豪宅。 在没见到温家人前,我对亲情还是有那么一丝隐秘向往。 温家人早就在客厅等我,哪怕早在手机上搜过照片,知道他们和我长得像, 见到本人后还是小小,惊了一下。 温亦璇靠着我妈妈坐,她有一头漂亮的微卷长发,皮肤白净,此时双眼微肿,像是刚哭过。 看向我时,微红的眼中闪过一丝嫌弃与恨意。 哪怕我回来了,我的妈妈第一时间还是温柔地摸着她的手,小声安慰。 我的家人,把她养成了公主。 而我,穿着喜道微微泛黄的白色校服,背着书包肩带缝了四五次,手上满是老茧。 太像了,是我的女儿没错,温佑安走上前,摸了摸我的头,声音慈爱。 小秋,你受苦了,夜时额一把将我抱住,眼中满是愧疚。 现在你回家了,以后那些苦日子都过去了。 温义玄看不得这场面,哭着说, 你们一家人团聚,我就不在这爱你们的眼了。 说完,跑回了房间,夜时额松开我,追了过去。 我的哥哥温彦峰眼中也满是担忧之色,对我道。 小玄从小被我们宠惯了, 他一时还无法接受,你多体谅体谅。 是他爸妈换了我和他的人生。 现在因为他这个受益者无法接受, 我的家人要我这个受害者多体谅他。 真可笑。 回温家前江琪曾问我, 你以后有了父母保护,脾气是不是会变好? 当时我回的事,我不知道。 现在,我对亲情的那丝最后向往, 也彻底消失了。 我为什么要体谅他? 我反问温彦峰。 温彦峰没想到我会有这么疑问, 一时噎住。 我要体谅他什么? 体谅他过了我十六年的富贵生活, 却让我在他家像猪狗一样挨打挨骂。 温彦峰眼中闪过愧色, 却还是下意维护温彦。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小璇什么都不知道, 他也是受害者。 我冷笑一声,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所以, 你们已经决定要让他留下来了。 小秋, 爸爸懂你的心情, 但你也知道那家人是什么德行。 小璇毕竟是我养大的, 爸爸怎么狠得下心把他推进火坑。 他这话说得倒是没错, 就是养猫养狗养了这么多年也有感情了。 更何况是个从小教养的女儿。 好, 爸爸, 我理解, 但是我才是你血脉相连的亲骨肉, 他只是个养女, 在身份方面, 我希望不要混淆。 听到我这话, 温彦峰不愿意了。 你和小璇都是温家的女儿, 没有什么亲女养女之分, 小璇这几日已经够内疚伤心了, 要是在对外说她是养女, 她从小就没碰到过什么打击, 怎么接受得了。 她从小没碰到过什么打击, 我从小挨打, 所以你觉得我命贱, 我接受得了对吗? 我直直盯着她的眼睛, 言有怒意, 声音却很平淡。 温彦峰微微皱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已经同意她留在家里了,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是个乌龟, 要一退再退? 爸爸答应你温佑安表态。 温彦峰还想说什么, 被她的眼神制止了。 她早调查过我这十六年的过去, 知道我过得有多惨。 我自接伤疤, 她听得愧疚。 她和温彦峰陪着我去看早准备好的房间, 我提出想自己选, 转了一圈, 来到了温彦的房间。 夜时额正抱着她, 柔声轻哄。 别说傻话, 你永远是妈妈的女儿, 妈妈不会让你离开的。 我当没看见她们, 自顾自逛起来。 除了主卧, 就温彦峰的房间最大。 爸爸, 就这间吧, 各方面我都挺喜欢的。 就是家具这些, 我想换一批新的。 听到这句话, 刚被哄好的温彦峰, 又哭了起来, 闹着要走。 夜时额一边安抚她, 一边对我道, 这是小璇的房间, 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房间, 让你哥带你去。 我带你去, 温彦峰来拉我。 我后退一步, 避开了她的手。 那间房我已经看过了, 对比起这间房它太小了, 我不愿意住那。 我看向夜时额的眼神, 疏离冷淡。 养女住大房子, 其女儿住小房子, 这个世界哪有这样的道理? 什么养女, 你和小璇都是我的女儿, 妈妈知道你心中有气, 可小璇她也是受害者, 夜时额只觉得我在闹脾气。 我不是温家的女儿, 让我走吧, 给她疼地方, 温彦峰哭着就要往外走, 被温彦峰拉住。 你永远是我的妹妹, 谁也不能赶你走。 好一场情感大戏, 她们情深难断, 倒显得我是个坏人。 妈妈和哥哥都说她是受害者, 她之前十六年的人生, 在我家里当千娇万宠的千金小姐, 我替她再喂猪喂狗。 不对, 她亲生父母对她是有感情的, 不然也不会把她换到我家, 就算我们俩的人生没换, 她也不会过得像我这么惨。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这些年我的学费都是自己挣的, 他们愿意让我上学。 还是因为我学历越高以后, 把我嫁了能卖的彩礼就越多。 幸亏上天开眼, 让我重新回到温家,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逃离他们。 我回来了, 但你们已经和假女儿有了感情, 你们要留下她, 温家家大业大, 她以后还是可以过着富足的生活。 讲到这, 我的喉咙里溢出笑声。 她明明是最大的受益者, 结果你们告诉我, 她是受害者。 现在我的亲妈, 亲哥哥要我住小房间, 让她住大房间, 这样的受害者我也想当呢。 我眼中的嘲讽毫不掩饰, 对面被我讲得哑口无言, 连温一旋都消停了。 我不想再看他们, 转头望向温又安, 眉眼变得温软。 爸, 三个小时能把这里的家具都换了吗? 我面对其他人像个刺猬, 唯独看向他使眼中会流露出依赖, 因为他才是温家的掌权人。 可以, 你放心吧, 爸爸会安排好一切, 温又安同意了。 前到位, 工人们的速度很快。 温一旋在叶石鹅和温燕峰的轻哄声中, 双眼通红, 住进了原本为我准备的房间。 温又安虽说对我有愧, 却也不想家宅不宁, 劝说我要和温一旋好好相处。 客厅里只有我和他, 我慢慢吞去外表坚强的盔甲, 眼中露出伤心神色, 泪光盈盈。 小秋, 好孩子。 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 我倔强擦去眼泪, 爸爸, 妈妈和哥哥他们太偏心了, 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我, 我不喜欢他们。 从今天起, 我只有爸爸这一个亲人。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呢? 别乱想, 他们当然是关心你的, 温又安虽然在为他们说话, 可眼角闪过的笑意 还是暴露了他那丝隐秘的受用。 晚餐, 温一旋把自己关在房间。 我淡然用餐, 没有半分不自在。 不管叶时娥和温雁峰怎么担忧, 维护温一旋, 我都当没听见。 只有温又安和我说话时, 我才会笑着回话。 这顿晚餐是为庆祝我回家准备的, 很丰盛, 味道很好, 我都要吃撑了。 叶时娥见我这般, 眼里满是心疼。 小秋, 你慢点吃, 晚上吃多了, 对肠胃不好。 但她很快又想起那个伤心道, 连晚饭都不想吃的女儿。 小璇她很乖的, 她只是受了打击, 一时把自己困在了死胡同里, 你别怪她。 妈, 别说了温雁峰冷脸, 语气并不算好。 人家根本不搭理你, 你跟她说这么多做什么。 她这句话我十分赞同, 我并不想搭理叶时娥。 或许她对我有愧疚, 也想着日后要好好补偿我, 但我和温一旋之间, 她是偏心温一旋的, 温一旋不会允许我和她亲密, 必然要尝尝作妖。 我对父母的依赖和爱, 早在温一玄亲父母的毒打辱骂下, 消磨殆尽。 我这人从不吃亏, 也不想以后过得太辛苦, 这个家需要搞好关系的人, 有温又安一个已经够了。 爸, 我吃完了, 我先回房间了, 我独独看向她。 温又安只当我是小孩子家赌气, 提醒我, 记得早点睡, 明天还要去新学校报道。 好, 叶时娥因我的态度, 神色伤心。 温雁峰却像动了怒, 一连上网, 手里蹬蹬蹬跳出无数条消息, 都在关心温家对我好不好。 我指点开了江崎的聊天框,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别担心。 他几乎是秒回。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该担心的是温家, 看来他们还是让你失望了。 我的手划过一排昂贵的名牌包包, 青弯唇角。 温家的财力, 没有让我失望, 我很满意, 眼前看到的一切。 温一璇不算太傻, 经过昨天房间被换, 他早上出现时, 乖顺了许多。 叶时娥和温雁满脸心疼。 温又安十分欣慰, 在饭桌上说, 要温一璇在学校多照顾我。 温一璇乖乖同意, 上车后却变了张脸, 看向我的神情高高在上, 语气阴侧侧,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是吗? 那我很期待我面含校医。 在这所京都排名第一的贵族学校, 温一璇是被称为女王的存在, 温家的权势地位 让所有人都不敢违抗她的命令。 当我这个陌生面孔跟在她身后走进学校时, 路过的人都投来探究的目光。 有相熟的人问温一璇, 他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 他和你一辆车, 是不是你家亲戚? 听到亲戚一词, 温一璇脸冷了下来, 他是我带来的新的小狗。 他这话一出, 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幽暗怪异。 我先去的班主任办公室, 早自习时间, 班主任将我带到讲台, 让我做自我介绍。 我视力好, 一进来就看到班上唯一空着的座位, 课桌上的新书被撕碎, 还被人倒上了几瓶酸奶, 场面狼藉。 讲台下的少爷小姐们 都用一种看好戏的眼神望着我。 温一璇和我一个班, 他此时微弯唇角, 正挑衅地看着我。 说实话,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蠢。 我站在讲台上, 脸上扯出个淡淡的笑容。 大家好, 我叫温秋, 我的爸爸是温氏集团的温佑安, 我是他唯一的女儿。 我眼看着温一璇的脸越来越黑。 温一璇的亲生妈妈 以前在我家做保姆, 黑心把我和他换了人生。 我语不惊人死不休, 淡定将隐秘家事讲出。 不过我爸妈善良, 愿意将温一璇收为养女, 她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待在我家。 吃到豪门大瓜同学们满脸震惊, 眼睛在我和温一璇中来回转。 真的假的, 温一璇竟然是假千金。 该说不说, 这位新来的确实和温家人很像。 温一璇受不了这些议论, 低喊了声, 闭嘴, 教室里立刻鸭雀无声。 我顶着他仇恨的眼神走到一片狼藉的空座位前, 环视一周, 无人敢与我对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笑着问。 班主任变了脸, 立刻让人把桌椅换掉, 几个男同学起身主动帮忙, 没一会儿就帮我换了新的桌椅, 搬来了新书。 温一璇就坐在我身后, 咬牙切齿低声道, 你竟然敢越过爸妈对外宣布这件事, 爸妈不会放过你。 他蠢得令我发笑。 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我不过是说实话, 他们能如何? 我的话戳到了温一璇的痛点, 他声音发狠。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温氏唯一的千金。 一下课, 他就出了教室, 后面的两节课都没有回来。 午餐期间, 有男生给我送来一句口信, 沈济约我在学生会办公室见面。 温家和沈家并称为京都两大巨头, 沈济是沈家未来的继承人, 他从小就和温一璇定了娃娃亲, 二人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 温一璇在我这受了委屈, 他约我见面应该是要为温一璇出头。 两大巨头的继承人都这么宠他, 难怪温一璇对我放狠话时, 底气那么足。 这所学校的学生会由京都才是最上层的继承人们垄断。 能去学生会办公室和这些继承人们见面, 我很期待。 学校画了一栋楼给学生会使用, 由于使用者是各大集团继承人, 这栋楼是整个学校最豪华的场所。 我走在其中, 享受才是带来的愉悦。 从前, 我是在这个城市底层艰难求生存的穷人, 如今, 我站在了才市的金字塔间。 便梯直打顶层, 环形大落地窗旁的沙发上聚集了整个学校才是顶层的继承者们。 审济和温一璇坐在C位。 在审济面前的温一璇, 丝毫没了教室里的高傲模样, 他此时温软可怜地靠在沈济的怀里, 向朵需要人呵护的浇花。 沈济手轻轻抚摸他的头, 看向他的眼中满是心疼。 还真敢来呀, 胆子挺大, 有人看见了我, 看细事地笑道。 众人随即纷纷朝我看来。 沈济眸光很利, 一张俊脸满是山羽欲来。 以前我在义中也听过别人讨论他, 说沈家太子爷皮囊好看到能进娱乐圈, 见到真人才知道那些人并没有夸大。 我欣赏似的扫过他, 又看向旁边的学生会成员们, 这批继承人基本都长得不赖。 见到我们不知道打招呼吗? 懂不懂礼貌? 一个男生用棒球棒轻敲了敲地板, 嘴角弯了抹恶意的弧度。 我看过他的资料, 郑氏集团的小儿子郑严君, 他和沈济是发小, 也是这所贵族学校的三大校草之一。 只是, 郑家早就没落, 他在这所学校的地位是沈济给的。 他率先发难, 所有人都看好戏似的冷眼旁观。 我此时站在大厅正中间, 身旁无一人, 气场却半点不弱, 冷声反问他, 让我向你打招呼, 你是什么大人物吗? 郑严君想起我的身份, 笑容僵在脸上。 怎么, 不说话了? 不是要我向你打招呼吗? 你倒是先自报家门, 让我好好认识一下, 我不打算放过他, 句句紧逼。 现在就算是他老子在我面前, 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喝了点沈济的马尿, 跟我耍上威风了。 姐姐, 严君只是开了句玩笑, 温义璇柔声开口维护。 沈严君立刻给了他一个感动的眼神, 沈济的脸色越加阴沉。 他在开玩笑啊, 原来我错怪他了, 那我以后每天都跟你开这种玩笑好吗? 温义璇装作被吓道, 弱弱道, 姐姐你别这样, 咱俩谁先出生还不一定呢, 别乱叫姐姐, 我满脸不耐烦, 语气嫌弃。 我们家养你这么多年, 从没亏待过你, 没想到我被人欺负你不帮忙, 还胳膊肘往外拐,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听我这话, 温义璇当即落泪哭了起来, 沈济哪能见心上人受委屈, 身旁的拳头捏紧, 沉声喝道, 你给我闭嘴, 若我不是女的, 那拳头怕是就回我脸上了。 温义, 我警告你, 小璇是我的未婚妻, 你要是敢欺负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听笑了, 问道, 你要怎么不客气呢? 你不会想知道, 她毫不掩饰眼底的杀意。 在京都, 沈家太子爷想要谁消失,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但她能动的名单里, 绝对不会有温家人。 我接收到她的暗示, 没憋住, 直接笑出了声。 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为何发笑, 有些人的表情似乎在怀疑我的精神状态。 他们已经习惯了沈济的霸总发言, 我却不吃这套。 大清早亡了, 被人喊两句太子爷, 你还真当自己是京都的太子爷了。 沈济从小到大, 一直被身边的人捧着,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下面子, 脸色阴沉道, 我从来话不说第二遍。 温义璇挽上她的手, 细声劝道, 沈济哥, 你别生气。 姐姐她才是温家的亲女儿, 她能留我继续待在温家,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被她欺负, 审计轻声哄她, 满眼心疼。 温义她们一直是把你当亲女儿疼的, 有我在, 你别怕。 没人可以伤害你。 旁边几位和温义璇关系好的女生们也开始搭枪, 才刚飞上枝头的山鸡, 就赶来我们这耍威风。 难怪雁峰哥让我们照顾小璇, 原来他早料到, 你要欺负小璇。 雁峰哥和沈济都是小璇的靠山, 我劝你识相点。 我说这些人怎么敢给我脸色看, 原来是温家明面上的继承人提前打了招呼。 他还真是宠这个假妹妹, 生怕他受一点委屈。 原来把我约到这来, 是想给我扣帽子再立立下马威, 只是凭你们也配, 我冷眼看向刚刚开枪的三人。 他们很快发现, 我向他们发难, 没有人敢出头。 我痴笑一声, 微抬下巴, 带着鼓恰到好处的傲慢, 走向正中的沙发。 路过沈济和温一璇时, 温一璇哭哭啼啼, 伸手要来拉我。 我皱眉一甩手, 他故意往后倒去, 被沈济抱在了怀里。 温一璇是沈济的心头爱, 爱情冲昏头脑, 就算在破绽百出, 他也只觉得温一璇受了委屈, 当下怒火中烧, 一巴掌朝我扇来。 我站着没动, 他那一巴掌扇了十成十的力量, 打得我耳鸣脸肿。 大厅内传来几声不敢相信的抽气声。 温一璇躲在他身后, 嘴角扬起了个得逞的笑容。 我左手摸上自己的脸, 嘴角的笑意再也抑制不住, 眼中亮起兴奋的光芒。 是你先动手的哦。 众人还没从沈家继承人打了温家千斤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我迅速反击, 招招阴狠, 把人撂倒了踩在他的蛋上, 抓着头发就要往地上砸。 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 众人赶紧冲上来拉我。 刚好我也觉得够了, 爽快松手, 后退挤不到坐在正中心的沙发上。 见我离开, 温一璇这才敢靠近沈济, 哭着喊他。 沈济疼得在地上蜷缩, 望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愤怒与错愕。 他没想到自己会打不过我, 也没想到我下手这么下作。 像沈济这种含着金汤匙出声的公子哥, 打架根本没经历过什么实战, 喜欢硬拼力气。 我不同, 我打的每一场架都是为了生存, 够拼命够狠才能赢。 听说, 在学校里你们管这个位置叫王位, 坐上王位的感觉确实不错呢, 我撑开手靠在沙发上, 好心情倒。 此时的我, 外套被扯烂了半截, 左脸充血红肿, 头发凌乱, 可嘴角却带着肆意的笑容, 在旁人看来像个疯子。 被我这股风尽震慑, 平日里不可一世的继承人们, 此时都尽声呆站在原地。 温义璇的声音, 在安静的环境里字字清晰。 姐姐, 你欺负我就算了, 怎么能打沈济哥, 沈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吓到我了, 真可怕, 我带着笑意拍拍小胸口, 语气漫不经心。 学生在学校打架, 怎么处理来着? 我当着众人的面, 给校长打了个电话。 校长, 沈济打我。 什么? 温小姐, 你没事吧? 校长声音在颤抖。 你和沈少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误会, 我也打了他。 说完, 我挂了电话。 众人看我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傻子。 温雁峰站在温义璇那边, 我虽然是亲生的, 但在沈家并不算多受宠。 打了沈家的继承人, 不想着稀释宁人, 竟然还要闹打。 温沈两家的孩子打架, 校方不敢怠慢, 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后立刻 让校医赶来, 为我们看伤。 温一璇在沈济面前自责落泪, 都怪我, 要不是我, 姐姐和你就不会动手。 沈济爱怜地为她擦泪, 不怪你, 是她先对你动手的, 没有人能在我面前伤害你。 听得我翻白眼, 我不过是甩开了温义璇的手, 她根本没受伤。 太子爷喊久了, 沈济养成了霸道不可一世的性子, 她欺负别人理所当然, 别人要是逆着她来, 就是罪不可恕。 沈家来的是沈济的妈妈, 接电话时, 她刚好在附近商城, 她笃定自己儿子不会吃亏, 面上淡定得很。 果然, 她来时, 沈济好好坐在沙发上, 瞧不出有受伤, 我肿了半张脸, 头发凌乱, 伤势看起来颇为吓人。 阿济, 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 她皱起没问自己的儿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是旁人打就打了, 我可是温家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 沈济黑着一张脸, 她下得手也不轻。 你哪受伤了? 沈济无法回答。 我打沈济, 下得重手都在隐秘处, 让她无法启齿, 只能恨恨瞪向我, 骂了句, 卑鄙。 我一向卑鄙, 以后还会更卑鄙。 周怡都怪我, 沈济哥是为我出头才动的手, 温一璇内疚道。 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他欺负你, 沈济维护道。 这场面, 沈济他妈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儿子为了温一璇, 掺货进了温家家事。 他瞪了沈济一眼, 而后神色担忧朝我走来, 向笑医询问我的情况。 得知我被删到短暂耳鸣, 幸好耳鸣时间不长, 不然很有可能耳膜穿孔后, 他转身就朝沈济身上锤了几拳。 我静静看着, 他没用多大力。 小秋, 阿姨带阿继向你道歉, 你放心, 今天回去我和他爸一定不会放过他。 正说着, 叶石娥和温雁峰走了进来, 他们直直朝温一璇走去, 紧张查看他有没有受伤。 见他无碍后, 又看向沈济, 最后才把目光转到我身上。 小秋,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温一璇听到这话, 自责落泪, 拉着叶石娥的手道, 妈妈。 都怪我, 要不是我沈济哥 不会和姐姐打起来。 沈济嘴快反驳, 是他先对你动手, 你别总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他打你了, 温雁峰脸色大变, 望向我时, 眉眼染上厌烦与愤怒。 温秋, 你别太过分了。 叶石娥知道 沈济从小就偏护温一璇, 听到这话, 只觉得是他干得出来的事。 小秋, 你为什么要对小璇动手? 他看向我, 表情失望。 妈妈和你说过了, 你和小璇都是我的女儿, 别再针对小璇了。 温家母子都站在温一璇那边, 在场的其余学生们 看我的眼神或嘲讽或怜悯。 审计的妈妈面露意外, 事不关己站在旁边看戏。 温一璇, 你的戏演得真不错, 你不应该当舞蹈特长生, 应该去学表演, 我赞赏为她鼓掌。 我没有演戏,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她求救似的看向温雁峰。 温雁峰正要为宝贝妹妹说话, 被我制止了。 闭嘴, 刚才我给了你们那么长的时间, 要说的也该说完了吧, 我只需要五分钟陈述。 我冷冷看她一眼。 今天早上进学校 发生了件有趣的事, 听听吧。 我将利用下课时间 剪出来的录音放出。 她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 她和你一辆车, 是不是你家亲戚? 录音里温一璇的声音传出, 她是我带来的新的小狗。 我撩了撩头发, 将那半张被打肿的脸 完全展现在众人面前, 眉眼一片冰凉。 我想请问各位, 小狗是什么意思? 得罪了学生会成员的人 被称为小狗, 小狗会成为全校人的玩具, 直到它顶不住退学。 除了两位家长,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但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回答。 温雁峰和沈济面上惊讶, 看向温一璇。 温一璇慌乱摇头, 可有录音在, 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叶时娥面色震惊问她, 小璇,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小秋? 血缘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你的亲爸亲妈把我当狗, 你管我叫狗, 这一点还真像呢, 我调侃道。 叶时娥和温雁峰 听完起了愧疚之心, 但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出声想要阻止我继续讲下去。 小秋,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你们刚才当这么多人的面 骂我的时候, 可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怎么到对温一璇不利的时候, 就想让我闭嘴了, 你们可真是她的好妈妈, 好哥哥, 我阴阳怪气道。 叶时娥听到我这话, 面色发白, 解释道, 在妈妈心里, 你们都是一样的。 我轻笑一声, 继续道, 来这个学校前, 我关注了学校的论坛, 温一璇被大家称为女王。 他宣布, 我是小狗后论坛里的人很兴奋, 都在想着怎么折磨, 我来讨好他。 我翻转手机, 为他们展示截图。 要不要拉个群, 我分享给你们。 没人回答。 不要啊, 那就算了吧。 这个学校的学生办事效率非常高, 班主任带我到班上时, 给我准备的座位上被倒满了酸奶和饮料, 新发下来的书也都被撕碎了。 不过, 这所学校的老师办事效率也很高, 我让班主任帮我调监控, 第二节课一下课, 监控就已经到我手上了。 我将监控放给他们看。 各位, 真的不要拉群吗? 我觉得你们这样看不清楚。 在场的学生会成员们脸上都是不可置信的神情, 他们欺凌过那么多人, 还是第一次碰到我这么爱留证据的。 温逸璇就坐在我那个位置的后面笑着看他们撕我的书, 我们温家还真是花大钱养了条白眼狼。 我看着视频继续讲, 为了自保, 我向同学们公开了我是温家亲生女的身份, 温逸璇不乐意了, 他跟我说他会让我知道谁才是温家唯一的女儿, 然后课也不上跑了出去, 现在看来他那时是去找沈济了。 讲到沈济, 我嘴角弯起嘲弄的弧度, 放录音。 你说谁找我? 沈济找你, 快去学生会办公室, 去晚了他是要生气的。 众人惊呆, 连这个他都要录。 我挑眉不语, 活这么年, 从不打无准备之战。 沈济对我的警告和生命威胁 都被完完整整露了下来, 沈母是聪明人, 能听出温逸璇一直在拱火。 温逸璇见所作所为, 被我拆穿了, 只好哭着承认, 对不起, 我, 我是因为害怕。 我怕大家知道, 我不是亲生地看不起我, 姐姐一回来, 就把我的房间抢了, 我怕她把我的生活全部抢走, 赶我离开。 我太害怕了。 温逸璇哭得无助, 她从小被娇虫长大, 没受过什么委屈, 这两天几乎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掉完了。 叶石鹅和温燕峰心软了。 温燕峰对我道, 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小秋, 是你受委屈了。 好了小秋, 别说了, 妈妈带你到医院去看看脸。 我听笑了, 当着他们的面报了警。 温燕峰上前来, 要抢我的手机, 我毫不犹豫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把地址报给警察。 打完电话, 我看着他, 冷声道, 这是没完。 我又看向沈济, 声音拔高, 你说我先对温奕璇动手你才打的我, 那你现在倒是说说, 我是怎么对他动的手? 我是打他了, 还是踢他了? 我质问的气势很强, 连一项不可一世的审计都被短暂震住, 不知道怎么回话。 你不说我来说, 他来拉我, 我把他手甩开了, 这也叫动手吗? 我指着被打的脸, 神色激动, 这才是动手。 我被打成这样, 我的家长却只知道让我闭嘴忍下屈辱。 你们给不了我公道, 警察会给。 我的上半辈子一直在被欺负, 我早就受够那种日子, 现在我有爸爸了, 我是温家的亲生女儿, 你们别想再欺负我。 最后一句话,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吼完后, 眼泪夺眶而出, 我用衣袖倔强擦去眼泪, 一直以为自己已经看淡了, 可有些事, 其实心里还是没有释怀。 大厅里, 所有人像是被我吓到一般, 安静地可怕。 叶石娥满脸愧疚, 哭着要来拉我, 我甩手躲过。 温雁峰看向我时, 眼底的情绪翻涌复杂, 他像是想说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报了警, 神母无法再旁观看戏, 上前说好话, 为自己儿子道歉。 阿姨, 谢谢你。 我突然对她道谢, 神母脸上闪过错愕, 你为什么谢我? 因为阿姨是唯一一个向校医询问我伤势的人, 我很谢谢阿姨的关心, 我双眼微红, 又引起了些泪花。 就算神母心中对我报警之事颇有微词, 见我这么可怜, 也不免起了恻隐之心。 我很感谢阿姨, 但是神纪她已经成年了, 她需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 神母暂时不能太得罪, 再聊下去, 效果就不好了。 我抬头将泪花逼回去, 快不朝大厅外走去。 温雁峰追了出来, 在电梯前拉住我的手, 语气无奈, 你一定要这样吗? 这件事确实是小璇的错, 她太没安全感了, 她怕被你赶走, 所以才想给你个下马威。 回家后, 我会让她给你个交代的。 我甩开她的手, 闲雾地在她碰过的地方拍了拍, 仿佛沾上了什么脏东西。 别装了温雁峰, 你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 小狗代表什么你会不知道吗? 温雁峰被我的话噎住, 你从昨天起, 一直在怪妈和我。 我摇头, 没有啊, 我早就说过了, 血缘是种很奇妙的东西, 我和你是一种人。 如果从小被换的人是你, 我想, 你被认回来后, 我也一定会维护我的假哥哥。 我走进电梯, 按下关门键, 温雁峰还想进来继续和我理论。 我建议你不要纠缠我, 不然我可能会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豪门千金遭遇校园霸凌, 沈家太子爷为假千金出头, 哪一条做标题都能吸引无数人吃瓜。 听到这话, 温雁峰收回了进电梯的腿, 警告我不要乱来。 电梯门如, 我愿关上了。 傻哥哥, 我当然知道温雁峰想给我个下马威, 因为我和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呀。 顶楼的所有人都被警察带走, 从小被寄予厚望, 当继承人惊养着的他们, 还是第一次进派出所。 我的伤情鉴定结果是轻微伤, 警察将这一结果告诉沈母。 好好道歉, 争取调解, 小姑娘要是不肯原谅, 你儿子会被拘留。 听到会被拘留, 温一悬比温母还不乐意。 沈济哥也受伤了, 他想让沈济也做个伤情鉴定, 但他受伤的地方太隐秘, 沈济摇头拒绝, 只沉着一张脸盯着我。 温母拉着他到我面前道歉, 沈济抿着唇, 并不愿意低这个头。 叶石鹅和温雁峰 也在一旁替沈济说好话。 温沈两家表面交好, 都不愿意得罪对方。 我冷着脸坐在调解室的椅子上, 任谁劝都不松口, 直到惊动了温沈两家的掌权人。 温佑安来时, 眉间压着怒意, 我死咬着审计不放在他看来, 很不懂事。 一直冷着脸的, 我却在看到他的那一刻, 突然泄掉了所有防备, 满脸委屈, 哭尽扑进他的怀里, 他到嘴边的话 被我的眼泪逼了回去。 爸爸, 你终于来了, 他们都欺负我。 态度转变之快, 让一直劝我的叶石鹅和温雁峰 都露出尴尬神色。 我哭着把来龙去迈和温佑安说了, 满脸依赖, 抬头看向他, 我以前总被欺负, 现在我有爸爸了。 爸爸会为我撑腰的。 我的态度取悦了他, 温佑安轻拍我的背, 小声哄着, 小秋受委屈了, 爸爸当然会为你撑腰。 沈父似乎在骂沈济, 沈济满脸不服, 望向我的眼神里 有毫不掩饰的厌恶与恨意, 这大概是沈家太子爷 这辈子最丢脸的时候。 我装作被他的眼神吓到, 哭着说, 他的眼神好可怕, 等到了学校, 他肯定又要打我的。 沈父的怒气已到临界点, 踢了沈济一脚, 让他向我道歉, 沈济仍是不愿低头。 眼见沈父又要踹沈济, 沈母赶紧挡在两人中间, 他这却脾气, 你踢他有什么用? 警察出主意说, 先把我们分开, 两边再好好劝劝。 沈母把沈济拉了出去, 其他人也被警察叫出去, 很快调解室就只剩下 我和温佑安。 我知道温佑安不可能 为了我与沈家为敌, 所以哭了一会后, 我倔强擦干眼泪, 顺便把额边的头发撩至耳后, 完完全全露出脸上红肿的半张脸, 在温佑安前先开了口, 爸爸, 全世界只有你对我好, 我不想你为难, 我愿意签谅解书。 在外人面前满身是次的女儿, 却愿意为他忍下委屈, 这让温佑安如何不动容。 小秋真乖, 我暗示他, 可是爸爸, 如果不给教训的话, 审计他回学校, 肯定还会欺负我的。 温佑安眸中微量, 道。 放心, 爸爸一定会让沈叔叔罚审计, 让他不敢再欺负你。 我不过小小暗示, 这只老狐狸立刻心领神会, 出去找沈父谈了好一会, 回来时眉眼舒展心情颇好, 应该是得了满意的好处。 沈父出了血, 回家自然要罚审计。 温佑安到家后, 细细把我递给警方的证据都过了一遍, 温义璇紧张脚着手, 眼眶里满是无助的泪水。 搞清楚一切, 温佑安严厉将他斥骂了一顿, 停了他的卡, 让他向我道歉。 这个女儿, 她如掌上明珠般宠到大, 虽然失望, 却没到放弃她的地步。 我态度坚硬, 并不接受温义璇的道歉。 我不想爸爸为难, 所以这件事, 我以后不会再追究。 你偷了我的身份, 才能有现在的生活。 我们一家都是你的恩人, 希望你不要再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 温义璇听得面上难堪, 落下泪来。 温雁峰忍不住为他说话, 小璇都已经和你道歉了, 你何必说这么狠的话? 我轻笑一声道, 要说狠我可没你狠, 学生会那群人敢羞辱我, 还不都是因为你放了话? 他被我的话掖住, 张了张嘴, 到底是反驳不了。 我不想再和他们纠缠, 借口累了, 回房休息。 晚饭时, 使温义璇来敲门喊我。 他看到我, 眼睛里如同脆了毒。 一进校门, 你就开始录音。 你是故意的,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们都被你算计了。 我但笑不语, 呼的手伸进他外套口袋, 拿出手机, 果然在录音, 点了停止后, 笑得已在门上。 蠢货, 将手机扔给他。 既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以后就夹紧尾巴, 少到我面前来犯蠢。 你, 他不甘瞪向我。 我笑够了, 反手关上门, 经过他旁边时轻声说, 当了十多年的温家千金, 竟然还要靠男人来对付我, 你真是个废物。 而后, 不管身后的他是什么表情, 心情很好的下楼了。 饭桌上, 温义玄吃的小义义, 时不时做出一副看我眼色, 才敢夹菜的样子, 惹得叶食鹅和温雁峰一阵心疼。 温又安也不忍看他这副模样, 主动给他夹了一筷子菜, 道, 自己家想吃什么吃什么。 温义玄感动点头, 刚要说点什么, 被我接下来的话打断了。 爸爸, 我想进学生会。 听到这话, 温义玄谋色生惊, 拿筷子的那几根手指, 因为用力捏得指尖发白。 好, 爸爸给你安排。 温家每年给学校捐那么多钱, 进个学生会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我和温义玄一样成了学生会的副主席, 不同的是, 温义玄是自己甘愿当副手, 而我是在管理经验上不如审计, 暂时无法取而代之。 贵族学校是个小社会, 以前很多人还想着折磨我去讨好温义玄, 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份又转过来向我献殷勤, 我不计前嫌收了许多跟班, 没多久在学校里读成一股势力。 在不落下学习成绩的前提下, 我苦学英语, 又高薪请了高尔夫和网球明星私教, 每天苦练, 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叶时娥近来一直想和我打好关系, 但温义玄时时黏在他身边, 故意曲解挑拨, 他每次都会上当, 次数多了我觉得浪费时间, 连他的话都不想听完。 温义玄性格傲, 不是个容易低头的, 偶尔冷冷问上一句近况, 我诞生回答, 不想多聊。 温义玄自从上次被我拆穿后, 表现得异常乖巧体贴, 撒娇讨好, 花了百分百的精力去修护和温家人的关系, 时不时在我面前炫耀他有多得宠。 许多人为我鸣不平, 我对此毫无反应。 温义玄从小在温家人的精心爱护下长大, 那些年的感情我无法替代, 他们虽然对我心存愧疚, 但我知道他们的心是偏向他的。 天天天和温义玄纠纠缠罚在一起, 既愚蠢又浪费时间, 他们的愧疚和退让要花在刀刃上。 这日 我在常去的那家网球俱乐部 遇到了沈济和温义璇 我当没看见他们静止离开 沈济却喊住了我 温秋 他声音很淡 眉眼间是掩不住的厌烦 我不会和你订婚 我的未婚妻只会是小璇 我立刻明白这不是偶遇 他们是特意来找我的 温义璇站在他身边 双眼含泪 姐姐 求你不要拆散我们 沈家会改联姻对象 在我预料之中 毕竟沈家真正想要的是 温家女儿带过去的股份嫁妆 温义璇虽然还养在温家 但能分到多少股份还未可知 我没想到这件事会来得这么快 我和温义璇才高二 也太着急了 温义璇当了这么多年的温家女儿 竟然连沈家人想要什么都不懂 出了事只知道来找我麻烦 又蠢又废 这件事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 我语气很淡 像是对这件事不太在意 别装了 我警告你立刻停止在温叔叔那的小动作 这句话竟然是沈家未来继承人说出来的 连我这种刚入豪门圈的人都看得出来的事 沈济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管他是不愿意相信还是真蠢 我都没多大兴趣 你们要搞清楚 我才是温家的真女儿 而你 我看向温义璇 扯出个轻蔑的笑 你不过是我家养的一个小宠物 别消想那些你配不上的东西 对面两人都被激怒了 沈济怒声表示 他永远不会和我这种恶毒的女人订婚 他的未婚妻只会是温义璇 我对他的反应很满意 继续添油加火 沈大少 光嘴上乱喊可没用 有本事你就说服父母 别改联姻对象 他被我噎得脸黑如墨 临走前 我嘲讽笑道 加油 我很期待订婚宴 赤裸裸地挑衅 沈济被我刺激 果然在沈家闹了起来 温义璇也每日在家哭闹 想向我证明温家人对她的宠爱 关于她和沈济订婚这件事 温家人都是同意的 对温幼阿而言 假女儿嫁过去 她能名正言顺 留下那些股份 而对温家母子而言 温义璇和沈济青梅竹马感情好 把温义璇交给沈济 他们放心 对此 温家人轮流找我谈话 温幼阿夸夸了我的学业 说我年纪还小 好好读书 别想这些 她以我为荣 叶石娥给我看了 他们二人从小到大的相册 劝我不要介入沈济 和温义璇的感情 温雁峰说 她以后会给我找一个像沈济一样优秀的男人 温义璇和他们说我喜欢沈济 结果他们还真信了 学校里也开始传我喜欢沈济的言论 有人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沈济的注意 同是温家出身 温雁峰是和沈济齐名的太子爷 而我和温义璇确认审计选择 让人看尽笑话 我上次的月考成绩年级第一 领先第二名四十多分 考出了这个贵族学校的建校以来最高分 温雁峰当年不过刚入前二十名 高考堪堪摸到精大的分数线 成绩远不如我 可在这些人看来 儿子天生就是继承人 要投入家里所有资源支持他 而女儿表面上宠着 却分不到任何实权 到了合适的年纪 联姻嫁出去 为儿子事业添砖加瓦 我不是在他们密堂环境下 培养出来的 宠爱对我来说可有可无 联姻后虽然也能过 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我的一切都是依赖别人给的 要看别人的脸色活着 以前也就算了 那时我现在泥潭里 只要那把我拉出来 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可现在我是温家千金 在法律上我和温雁峰 享有平等财产继承权 底层呆久了 我不会放弃任何能往上爬的机会 沈记是沈家独子 沈家父母不想和他闹得太僵 表面上松了口 只说他们还太小了 这些是大学以后再说 温一璇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时 我正在练网球 听完后我轻回了声哦 便继续投入练习 他被我不在乎的态度 气得跳脚 虽然沈家父母松了口 但他依旧没有安全感 把枪口对准了我 我猜他想的是 只要我声名狼藉 沈家自然不会愿意让我进门 他请的人动作很快 没多久 一条标题名为 八一八豪门千金 那些年轻式的帖子 在学校论坛报了 回帖上签 开帖的人声称自己 是我以前的同学 帖子里放的是我从初中起 和学校男生的偷拍照 照片里的行为 算不上多亲密 但也不算清白 我上过别人的车 给人送过水 也和人在学校的偏僻角落 相作谈心 编辑文案的人 看图写故事 杜撰了许多离谱桥段 帖子的最后 提到了一中笑草江琪 并猜测她是我现任男友 在温义玄的友谊操作下 这条铁飞快传播 连江琪也知道了这件事 她主动联系我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我回到不用管 就算没有沈家 还有李家陈家 温家人总会找到下一个联姻对象 我巴布的沈义玄闹大一点 让我声名狼藉 无人敢取 我听说豪门水深 你现在是不是过得挺不容易的 怎么会不容易 有钱有势的生活 无比快乐 我过得很好 自打到这 我停顿了会 这些年 你对我挺照顾的 我给他转了二十万 这些钱就当是我感谢你的 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然后 我把以前的同学都删了 退出了置顶几年的群聊 江琪说得没错 豪门确实水深 我不想他们涉险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良心 他没有领那笔钱 二十四小时后前 自动退回到我的账户 以他的为人 应该是生气 我玷污了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有的时候 我还挺羡慕他的 家里没让他吃过什么苦 为了感情 可以连钱都不要 帖子的影响越来越大 终于传到了温神两家的长辈耳中 温佑安找我谈话 我保持着在他面前一贯的乖巧模样 委屈到 我和他们都只是同学 没有别的关系 从初中起我就半工半读 一中学习压力大 为了稳住排名 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哪有时间做这些无聊的事 我在一中一直排名前五 回到温家后 也常常学到半夜 他自然是信我的 爸爸 我最近有数学竞赛 不想被这种事影响 你帮我解决了吧 他点头答应 关心起我的数学竞赛 我从书房出来后 庸人告诉我 叶时娥在琴房等我 他有话要问我 叶时娥和温雁峰 正在指导温一璇练琴 察觉到我的到来 三人都脸了笑意 温一璇微微偏头看我 眼尾扬起 满脸幸灾乐祸 姐姐来了 有什么事吗 我并没理会她 看向叶时娥 那条帖子是怎么回事 温雁峰越过叶时娥 正色问我 叶时娥板着脸 小秋 你年纪还小 现在应该好好学习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 以后不许再和他们联系了 原来是这件事啊 我不懂这有什么好问的 哥哥也谈了不少女朋友吧 她和林学姐的事 现在同学们还常常在聊呢 我说的理所当然 人不风流往少年 更何况是我这种貌美又多金的天之娇女 太多人前仆后继追求了 不过你放心 我心里有底 不会让不三不四的男人进家门 你在说些什么 对面三人看我的眼神 仿佛在看疯子 在说普通话呀 叶时娥和温雁峰嘴微章 像是又要说些什么 我出声打断 你们 一个前女友一只手数不过来 一个天天为自己没成年的假女儿 抢未来老公 我都不知道 你们哪来的资格 找我谈这件事 我又逆向温义玄 还有你们培养的这个蠢货 除了靠男人 就只会在网上给我编点谣言 没什么大用 说完 不管他们的反应 转身就走 温义玄在后面委屈质问 不是我 我没有 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温雁峰 她就是个疯子 你别理她 温雁峰已经提醒过温义玄我是个疯子 但她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 这天放学 她的某位跟班突然着急地跑到我面前 大声说 温秋 我在学校门口看见了一中的江琪 她是不是来找你的呀 这句话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 江琪的性格我了解 帖子那件事后 她不可能主动来找我 会出现在我学校门口 应该是有人在其中动了些手脚 越过人群 我看向站在楼梯口的温义玄 她与沈济站在一起 脸上愤懑 嘴巴一张一合 激动地在说些什么 我其实能猜到 无非是说我私生活不检点 想让沈济更厌恶我 没有理会周边人的询问 我静止走向她 她见我来了 当着众人的面愤愤问我 姐姐 妈妈不是说了 不准你和他们再来往吗 我微微勾唇 你还真是爱叫我姐姐 但是好妹妹 你这一次玩脱了 在此之前 温义玄做的一切都对我有利 我乐于推波助澜 可将其我已经打算放过她了 她怎么能又把她扯进局里来 让我不开心呢 我扯过她的头发 用力将她拉到身前 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啪啪对着她的脸 扇了好几巴掌 好久没活动手脚了 这几巴掌下去 打得我心情舒畅不少 周围响起惊讶的抽气声 和审计的暴怒声 力气强横的拳头 朝我挥了过来 我扔开温义玄后退躲过 语气带笑意 沈大少还真是喜欢管我温家的家事 这是想念和我进派出所的日子了 去扶温义玄的她听到这话 气得攥起拳头 又要来动手 同行的朋友们赶紧拉住她 温义玄捂着红肿的脸 凌乱的头发下一双眼 如毒蛇般阴冷 恨恨道 你竟然敢打我 爸妈不会放过你的 我痴笑一声 你都喊我姐姐了 姐妹打架 爸妈能说什么 更何况 你还只是个洋女 好妹妹 下次注意不要 再惹我生气了 我又看向被好几个人拉着的沈济 好心情地将刚刚打人的右手 放到脸旁摇了摇 神情嚣张 看到了吗 这才叫动手 沈济被我刺激地爆发了惊人的力气 正开了阻拦她的人 但马上她又被几人拉住 只能对着我的背影 不甘不敬地骂我恶毒 那几人那么卖力 想来报警事件后 沈家对他有圈放过话 不再允许沈济插手温家家事 义中和我现在的学校只隔了一条街 将其常会路过 对这一块很熟 她没有像别人说的站在大门口 而是坐在马路对面的灌木绿化带后面 时不时低头看向手机 焦躁不安 从大门出来 如果不注意找 根本看不见她 我叹了口气 走到她面前 淡淡说了句 跟我上车吧 她看到我 面上又惊又喜 动作却表现得不自在 沉默了一路 我把她送到小区门口 一起下了车 司机离得远了 我才问她 为什么要去我学校 她说 有人给她寄了封信 信封里都是我的偷拍照 那人约她 今天在学校门口见面 我接过她递来的信封 又问 电话录音了吗 录了 蓝牙发我吧 江崎身体一致 看着手机许久没动作 平日自傲到不可一世的一中校草 此时脸上生出几分卑微神情 声音很轻 一定要这样吗 我有些无奈 能拍到我这么多校服照的人 身份不会简单 但你却敢和对方约着见面 江崎 你喜欢我 她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白说出来 耳间不知是因为尴尬 还是修意变得通红 语气却很坚定 我是喜欢你 但我不喜欢你 我一直在利用你 高一那段时间我被人缠烦了 和你来往是为了避开那些人 那些偶遇全都是我故意为之 我知道 你知道 这倒是让我意外 像你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利用了多少个 你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温义璇那条帖子有一些内容 写的是事实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利用过很多人 男男女女 我自己都数不清了 我有多狠 江崎其实是见过的 我都知道 她看着我 少年坚定炽热的眼神 似乎想把我融化 我不由失笑 这么多年 她是我碰到最傻的一个 知道我的真面目后 还一心往火里扑 江崎 我记得你当年 是以特招生第一进的义中 对她有点猛 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才高二还来得及 努努力上京大 毕业以后来温室帮我 冷霜消融 我的眉眼柔和下来 露出个淡淡的笑容 道 我势单力薄 需要培养自己的心腹 她又惊又喜 灿烂的笑容 迅速在脸上荡漾开来 一双眼明亮坚定 充满斗志 我会考上精大的 江崎高中 以前成绩在全市 都数一数二 父母离婚后 她接受不了用堕落 与他们做无声抗议 就算这样 她成绩 还是能保持在一百名内 以她的基础 拼一把 还是有机会上精大的 我在温室 缺的就是这种毫无根基 又能一心 为我做事的可造之才 打了温家最宠爱的女儿 回家路上 手机铃声就没停过 温佑安工作忙 江崎也有自己 精彩的大学生活 除了周末 他们基本不回家吃晚饭 今天人倒是都气了 一见到我 叶时娥和温雁峰的嘴 就没停过 尤其是温雁峰 气得恨不得要动手打我了 温一璇做出害怕模样 埋在叶时娥怀里哭 温佑安还是那副 一家之主的做派 但我知道叶时娥他们说的 正是他心里所想 说说吧 你去哪了 为什么动手打小旋 温佑安问我 等的就是他问我 把江崎给我的信和 电话录音给他看了 咬了咬唇 满脸委屈 江崎是被人故意引来的 爸爸 有人想害我 今天故意大声说 江崎来找我的那个同学 和温一璇玩得很好 温一璇和他一唱一鹤诋毁我 旁边围了很多人 他们都在议论我 我好害怕 我那个时候 只想让他不要再说了 我越说越伤心 眼泪控制不住往下落 却又抿着唇 倔强擦去 对面三人 还没见过我示弱的样子 待在原地 结合不久前 我那句嚣张的人 不风流往少年 现在的我 让他们陌生 那你也不能动手 你看小旋的脸 被你打成什么样了 夜时而生气道 打成什么样 我瞥了他一眼 差点笑出声来 猪头样 动手是我的错 但我想问你 我停顿了下 谋坚含了丝冷意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 和你有没有关系 将其是不是你叫来学校的 温一璇听完哭闹起来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 不是我 你打了我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你就算在讨厌我也不能这么污蔑我 夜时而心疼地给他擦眼泪 转头看向我时 满脸失望 闭上你的嘴 道歉 如果小旋不原谅你 从今天起 我就没你这个妹妹 温雁峰力声道 一个叫我道歉 一个叫我闭嘴 我该听谁的 我若若发问 温雁峰被激怒 拉着我的手 就要往温一璇面前扯 我不肯去 使劲想甩开他 都别闹了 温雁安终于开口 小秋 回房间 去把书包放下 收拾收拾准备吃饭 爸 温雁峰不满 但被他爸一个眼神 指住了嘴里的话 这件事以后都不许再提了 小旋 你跟我到书房来 好的爸爸 我扯回手 朝温雁峰 闲雾地甩了甩 头也不回上楼回房 以温雁安的能耐 应该已经查出在 网上造谣重伤 我的人是温一璇 今天的是 他那种老狐狸 稍微动动脑子 就知道是谁干的 或许是为了家宅安宁 又或许是为了 这么多年的妇女情 他选择帮温一璇 瞒了下来 又让他对我多了分愧疚 倒是不亏 晚饭时 温雁安提到我的生日 他说要为我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 把我正式介绍给所有人 我知道 这是他的补偿 宴会的帖子 写了两个人的名字 温一璇和我一起过 这场生日宴几乎聚齐了京都所有的上流豪门家族 温一璇行走其间 表现得如鱼得水 我只和同个学校的同龄人相识 而他几乎和所有人都认识 京都这个年龄的豪门圈子 以温雁峰和沈济为首 沈济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 只给温一璇送了礼 温雁峰倒是都送了礼 但给温一璇的礼物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更名贵也更用心 他这么做是在向我表达不满 当时温一璇设计让沈济打了我 他无动于衷 甚至还觉得我家丑外扬不懂事 我打了温一璇 他愤愤不平 当众下我面子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通通都不考虑了 送完礼 他还故意摇摇看我一眼 表情仿佛在说 我不道歉 他就不会原谅我 我举起酒杯 孝敬他 刚好转过头来的沈济 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似乎没想到我 还能笑得出来 表情变得古怪 按理说 生日宴我和温一璇才是主角 可我们连主桌都坐不上 主桌的主位上坐着的是一位来自南方的互联网大佬 温神两家都在争取和他合作 他的两边依次坐着温神两家父子 在往后排是京都各大豪门掌权人 温母和叶石娥和我们一桌 这个牌位让我很不爽 偏偏温一璇还在旁边炫耀主桌的男人们对他有多好 我被他蠢得更不爽了 只不过这些我都还能忍 可当温母说出温又安打算让温雁峰提前进公司帮忙时 我不想忍了 温雁峰才大二 他们还真是着急 我端起酒杯绕过众人走向主位上尊贵的客人 紧张地向他敬酒 请问您是希望计划的创始人吗 希望计划男人喝到微醺低丝沉吟 我是创始人没错 林叔叔我敬您一杯 我表现得颇为惊喜 他抬眼看我用手背轻推了下我的酒杯 道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碰酒做什么 这个对身体不好 他只有个独女 最见不得女孩不爱惜身体 温又安笑着向他介绍我 他知道我成绩后 笑着夸温又安好福气 又鼓励了我几句 让我好好学习 我乖巧点头 面容坚定 我从小就知道 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有出路 养父养母不让我读书 我就自己打工赚学费生活费 那段时间 我真的很痛苦 说到这我倔强的脸上流下了泪水 但很快又绽放出一个感激的笑容 幸好有像林叔叔这样的好心人存在 希望计划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让我有钱交学费 林叔叔 这杯酒我必须敬你 我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他做事关心地来拦我 唇角却带着抹抑制不住的笑意 林叔叔 我没有辜负希望计划对我的期望 班主任说我现在的成绩是建校以来的历史第一 很快就要高考报名了 我想去试一试 你想提前参加高考 在场的人都被我这句话惊到 对 我想提前去感受一下高考氛围 林叔叔你放心 我很厉害的 绝对不会给希望计划丢脸 我绝着嘴表情傲娇 在场的大佬们都被我逗笑 纷纷夸我有志气 林叔叔和温佑安 更是被众人捧得脸都要笑烂了 温佑安对我今天的表现很满意 宴会结束后表明要全力支持我 提前参加高考 温一璇全程哭丧着脸 靠在叶时娥的肩上撒娇 叶时娥轻声哄着她的乖女儿 温佑安走后 温雁峰谴责我 今天是小璇的生日 你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提起自己的身世 你是存心想让小璇下不来台对吗 我此时心情好 懒得动口舌骂她 一个养女而已 哪里值得我动心思 真正让我动心思的是你呀 哥哥 这之后 我进入了艰苦的备考期 我的目标是京大 京市商圈的上层 基本都是从京大出来的 考进这个学校是我所有计划的第一步 温佑安为我请了名师指导 老师们都很严厉 我也从不懈怠 除了吃饭睡觉 其余时间我几乎全拿来学习 学校里大部分人并不理解我的行为 就连我的几个跟班也劝我 温家的千金不需要这么努力 面对这些劝导 我从来只笑笑不回答 我本来基础就好 经名师一指导 进步得更快 这次全市同考 我有好几科拿了满分 考出了全市第一的好成绩 温佑安给我办了场庆功宴 南方那位大佬也来了 我眼含感激 又把她夸了一遍 她受用极了 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没多久 她和温氏达成了合作 温佑安开心之余 给我送了很多礼物 因着成绩好家是好 我在圈内的名声又好了起来 那条帖子带来的留言 慢慢消失不见 沈家父母 或许是想撮合我和沈济 以她成绩退步为由 把她塞进了我的一对一补席里 沈济这人当太子爷当习惯了 不太听老师的话 她的学习进程也慢 还在学高二的内容 拖累了我 自她来后 温逸璇常常来打扰 又是送水果 又是送甜点的 烦人得很 后来 她干脆加入了补习 她的基础更差 学习进度又被拖慢了 原本因为老师们的专业性 我一直在忍 拖得多了 我就不忍了 在京大最强的复读机构办了张卡 动用身份 挑了专业过硬的几位老师教我 换老师的事 我谁也没告诉 缺席的第二天 沈济到班里来找我 我在众人的注视下 和她走出了教室 温逸璇小跑着追了上来 昨天你为什么没回来补课 沈济用的是质问的语气 温逸璇接话道 姐姐 你是不是又去找江琪了 我听说江琪是个小混混 总欺负同学 你别和她来往了 温逸璇 造谣污蔑是违法行为 你比我想的更没有教养 温家养条狗 都比养你来得实在 养条狗还能护主 养了你 只会天天在外面抹黑主人家 我冷着脸 并不想和他们多费口舌 沈济要为温逸璇出头 我皱眉念了声 闭嘴 我已经在机构找好了老师 之前爸爸安排的补习 我就不去了 和两个只会拖慢 我学习进度的蠢货 一起学习 简直在浪费我的时间 说完 毫无留恋转身离去 沈济自尊心强 我的话又说得很重 这之后 他对我的厌恶表现得更为明显 温逸璇放心不少 很长一段时间没来烦我 期末同考 我的成绩依旧保持全是第一 寒假期间我继续泡在机构里 就连除夕那天也没放下书 温逸璇穿上了父母买的限量高定 漂亮的红裙子衬得他明艳动人 温燕峰拿着相机在帮他和夜时额拍照 温逸璇穿在一旁看着 唇角露出宠溺的笑 他们更像一家人 外面正在下雪 我窝在落地窗旁的沙发里 屋里的暖气很足 舒服地让我想睡觉 今年过年 没有打骂与寒冷 真好 我微笑着 继续看书 回校后 我申请转进了高三那级班 几个月后 和他们一起参加了高考 我被分到一中考点 温家全家来陪考 还没进考场 先被各大媒体采访了几轮 江崎在学校当志愿者 为我指路时轻声说了句 在京大等我 我走向他指的方向 淡淡回道 我不喜欢等人 你自己走快点跟上来 努力没有白费 我以全市理科第三的成绩 考进了京大 排在我前面的两位 只比我多了几分 还都是一中的学生 温佑安大喜 为我办了场轰动全市的庆功宴 温氏以此做噱头 为考生提供了许多打折活动 吸引了不少顾客 以这么好的成绩考上京大 我理所当然提前上了大学 京大的商学院卧虎藏龙 温雁峰作为沈家继承人 一入学就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在学生中拥有绝对话语权 相比他的高高在上 我从副主席爬起 更愿意花钱 花精力 维系与下属的关系 积极参与学生会和社团的活动 专业门门拿 所有人都对我赞不绝口 终于在大二选举那年 我PK掉温雁峰和沈济 成为了新的学生会主席 温雁峰已升上大四 重心都放在工作上 虽然被PK掉 让他意外 但也没多难释怀 真正不能释怀的是沈济 沈家太子爷 还是第一次给人当副手 要是输给温雁峰也就算了 偏偏是输给我这么个女人 我见他满脸不服 故意出言挑衅 你这么没用 以后孩子可不能跟你性 哦对了 我听说学生会会长 在学校的可操作性很强 你要保护好温一璇哦 他还是那副护花使者的老样子 怒声道 你要敢欺负小璇 我不会放过你 我抱胸冷声道 他不过就是个洋女 现在对他好事看在你的面子上 温氏最近筹备难下 以后我们俩结了婚 我让爸爸找个南边的富商 把他嫁过去联姻 养了他这么多年 也该他报答我们了 你休想 他是你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让他嫁富商 衣食无忧 哪里恶毒了 嫌我恶毒 有本事你就拯救他 包养起来 让他当你小命 我是不介意你外面有人 说到这 我恶劣朝他笑笑 沈济气得破口大骂 说他不会娶我这个恶毒的女人 两边父母一亲时 他大闹一场 直言非温一璇不娶 温家人也在旁边帮衬 为温一璇保住了婚约 回到家 我砸了茶台上的所有东西 破房发疯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和沈家订婚的应该是我 她一个养女 凭什么和我争 我知道她和你们 有十多年的感情 可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 你们还是偏心她 早知道 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从前就算有争执 我也是一脸冷淡模样 她们没见过这么蜂魔的我 惊吓后欲开口责怪我 可听到我那些话后 将责怪咽了回去 原来我从前的冷淡 都是在强撑 原来我那么努力地学习 是为了得到她们的认可 原来我并不是脾气古怪 不好相处 只是从小没被爱过 不知道怎么去亲近她们 她们面带愧就劝我 当我怒气上头 谁来劝 我就对谁 妈 你总说 我和温亦璇在你心里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回来的那一天 她一哭你就抛下 我去安慰她 她设计我被校园暴凌 被审计山巴掌 你到学校第一时间 还是先关心她 就算知道是她做的 你也为她找借口 她没安全感 那我就有安全感吗 这么爱给别人养孩子 你干脆直接结扎 生我出来干什么 温燕丰你少 在这给我假惺惺 要不是你给学校里的人放话 我会被他们言语侮辱吗 以你在圈子里的威望 如果你看中我这个妹妹 审计感对我动手吗 生日会那天 故意在所有人面前羞辱我的 难道不是你吗 你有什么脸 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温亦璇你可别装了 我回来那天 你故意哭闹给我下马威 第二天到学校 你又想引导全校对我校园霸凌 我甩个手你倒得好像 来了二十级台风 温家把你养得身强体壮 你去学林妹妹 老天就该让你跟他一样 活不过十七岁 爸 我早就知道高中时期的黄瑶 是温亦璇干的 江琪也是他找来学校的 他为了让沈家改定婚对象 就往我身上泼脏水 这一切爸你都帮他瞒了下来 说到这 眼泪再也忍不住夺况而出 我面色痛苦 仿佛受了极大的伤害 温亦璇你给他找了 审计这门好亲事 温雁峰大二就分到股份进了集团 我呢 我为了让你们多看我一眼 拼尽了所有力气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偏心 哭归哭 我吐出的每个带着诉求的字 都格外清晰 我平常从不索取 也很少和温亦璇争 为的就是今天把积压的所有委屈 化成他们的愧疚 叶石娥听哭了 温家父子面带愧色 为我的表演动容 只有温亦璇 吓得脸色沙白 温佑安为了补偿我 承诺让我进集团就职 并将原本要给温亦璇的那百分之五的股份给了我 再加上之前承诺给我的百分之五 我到手百分之十的股份 恶石刚被拆穿的温亦璇 没敢有意义 温沈商业联姻 他就算没有股份 温家也会给他准备丰厚到 让沈家无法挑剔的嫁妆 温佑安之所以给我这些补偿 一是因为他觉得我说的想进集团 不过是气话 二是承诺给温亦璇的股份 他早就想收回了 我这么一闹给了他一个合理的理由 再者 我表现得这么缺爱 他可能以为日后哄一哄 就能把股份收回去 留给他儿子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自我闹过那一场后 叶石鹅和温雁峰悔恨当初 近来对我殷勤得很 礼物像流水一样 枉我这送 刚回温家 没见过什么钱时 这招对我或许有点用 现在我又不缺钱 想要什么 自己都有能力买 以前我还能耐着性子 听他们说话 现在说开后 看见他们就冷脸转身 一个眼神也不想多给 沈济听说 我为他大闹一场后 竟然和颜悦瑟来找我谈话 我不知道你喜欢我 我以为你 只是想抢走小璇拥有的一切 以前那些事 你原来都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小璇做的事 燕风哥都告诉我了 你其实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恶毒 这么多年 你从没主动伤害过小璇 是我们误会你了 只是 对不起 我承诺过会一直保护小璇 自作多情 听得我没了耐心 你好贱啊 说来说去 不就是对我动心了 我和你从没和谐相处过 我挺好奇的 你是喜欢我这张脸呢 还是输给我那么多次后 被我的才华折服了 沈济被我气得脸色发黑 你少自作多情 要不是燕风哥 我才不会来安慰你 不是你先自作多情的吗 我冷声留下一句 撞开他走了 我近来得知 谁也不想忍 更何况他提到了温燕风 温佑安就温燕风这么一个儿子 从小当继承人培养 一考上精大 就给了他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大方得很 到女儿这 百分之五都抠抠嗦嗦 一直拖着 要不是我揣测准他的心思 找准时机搏了一把 怕是会和温亦璇一样 什么也得不到 我知道 我现在所得到的 已经是温佑安 能给我最多的了 所以 我没必要再装乖乖女 可以慢慢露出尖利的爪牙 同事进集团 温燕风分道的是 温室旗下五星连锁酒店 这个酒店是温室 重要产业之一 我去的却是一个 濒临破产的小游戏公司 温宥安想让我受挫后 直男儿退 就算我不愿意退 这小公司也活不了多久 其实这个游戏公司 曾经也辉煌过 那几年 温是眼红互联网行业的暴力 也想顺从时代潮流 奋一杯羹 成立了游戏公司后 花重金挖人杂钱宣传 也许是前期投资太多 怕会亏损 做出来的东西 大部分照抄成功的那几款游戏 一想天开 能直接copy别人的成功 结果开服后 骂声一片 还被那几家公司 联手告上了法庭 在别人看来 这家公司没有前途 可在我看来 这是天赐的机遇 互联网时代游戏行业是风口 我有钱有人脉 更有博弈厂的决心 现在缺的只是人才 参加了好几场招商会后 我看上了一支年轻的大学生团队 巧的是 他们也是精大的学生 这个团队的领导人是计算机系的学神周以怀 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 曾留下联系方式 很快 我带着诚意和资金 把他们谈下了 他们想在游戏里 展现出中华的神话世界 这群人大多是附近高校刚毕业的大学生 眼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炽热的逐梦氛围 把公司里只想混日子的老员工都带热血了 为了自己的梦想 大部分年轻人主动加班 有的甚至自费买了折叠床 工作量大的时候 直接住在了公司 我从不摆领导架子 支持他们一切决定 让这群年轻人在追梦路上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凝成一股绳往前冲 公司进入正轨后 我做的第一件 就是将公司改名为竹梦 这个名字 为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团队投简历 游戏作为新兴行业 要的就是能创新的年轻人才 神话世界那个项目烧钱又费时 短时间无法出效果 前期我重点扶持了其他团队的原创小游戏 又利用自己的身份营销 营收颇丰 当年我提前高考上过热搜 许多网友因为我交好的面容和家事成绩 对我还有印象 在出现在大众面前时 我已经成为了公司总裁 一身黑色西装 知性大方帝回答媒体们 对游戏的提问 树虫buff叠加下 我又一次上了热搜 她就是提前参加高考 已经是第三考进京大的温市长公主 好美好自信 是有书香气质的附加千金 这是什么爽文大女主 大学就当总裁 古人成不起我 炭花的确是长得最好看的 社交平台上对我的讨论热度颇高 很多人好奇我能搞出什么游戏 在吃瓜网友参与下 新推出的游戏下载量 节节攀升 冲上日榜 游戏的质量留住了部分用户 口碑发酵 我和竹梦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 圈子里聚会 开始有人叫我小温总 只是小温总的称呼 有两个人在用 温亦玄和审计的一亲流程很顺利 没多久 温审两家举行了订婚仪式 我没去 温宴风气地打电话来讯我 你知道因为你的胡闹 流出了多少风言风语吗 我正在忙 等他说完后淡淡道 我现在知道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而后挂掉电话 我购置了几套房产 以工作学业盲为由 住在外面 鲜少回家 再次见到温宴风 是在商业酒会上 他问我 为什么不回他消息 还说夜时额最近身体不好 让我回家看看他 我又不是医生 身体不好 找我没用 我微咬酒杯 烟红的液体 在杯壁上下流荡 你到底还要闹多久的脾气 他皱起眉 不满我的不懂事 我从小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都是自己去医院的 也没什么人来看我 妈都这个年纪了 不至于是巨婴吧 我冷淡的模样 激起了温宴风的怒气 她是你妈 我知道啊 她对我有声恩 我会尽到自己那一份 赡养义务 最近正在为她挣钱 妈根本不缺钱 她只想见你 钱有什么不好的 你们也只给了我钱 种因得果 做人别太贪心 那还不是因为 你对我们避而远之 小璇知道妈妈身体不好 比赛都推了在家照顾 你但凡有她的十分之一 咱们家也不至于是现在这样 这话听着是在抱怨 回温家第二天 我就被温亦璇设计挨了打 你们却只相信温亦璇的话 要不是我准备了证据 不知道要被她欺负成什么样 新天成那样 你是怎么好意思 怪我对你们避而远之的 我把她噎得没有化回 她语气放软 试图打感情牌 妈这次是被爸气着了 你 我冷声打断她的话 妈只是被爸气着了吗 温佑安在外红旗飘飘 已经不是稀罕事了 叶时娥一向是当不知道的 这一次是因为和我的事 撞到了一起 她心情不佳 才抱怨几句 温佑安嫌她月线管太多 温雁峰这个亲生儿子 不但不为她说话 还让她想开点别再闹 当天 她就被气进了医院 温雁峰一出生 就是高高在上的温家太子爷 想尽了钱全给男人 带来的所有红利 现在她入了集团 有了实权 更加体会到其中的妙处 只要温佑安不给她 搞个弟弟出来 她都是理解温佑安的 你把妈气进了医院 自己不照顾赔罪 反而让妹妹退了比赛 在家陪着 一个连道德及格线都没上的人 天天站在道德制高点 对别人指着点点 每次听你说话 我都替你尴尬 她满脸莫名其妙 温秋 你是疯了吗 见到个人就乱咬 小璇照顾妈是她孝顺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我斜眼逆她 只觉可笑 连住院都不用得病 家里有好几个住家保姆在 需要她放弃比赛照顾吗 庸人哪有自己女儿更放心 小璇在家还能开解开解妈 陪妈谈心解闷 她说的理所当然 根本不是她自己放弃比赛 而是你觉得她该陪在妈身边 但你没有主动说 是她读懂了你的想法 识趣主动提出来的吧 她和温又安平常总爱说 温一璇被他们宠得太任性了 但实际上 温一璇的所谓任性 都在他们的允许范围内 看他们脸色行事 我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 温雁峰 你少到我面前晃 影响食欲 温雁峰自尊心强 那次不欢而散后 再也没送礼物过来 再见面 已是小年 温家有在小年 一起包饺子的传统 竹梦发布的两款小游戏 稳定了用户后 收益可观 我的好心情表现在脸上 包饺子过程中 夜时额殷勤找话 和我聊 对面温家两兄妹的眼神 快把我盯穿了 温又安仿佛什么也不知道 她笑着让保姆帮忙拍照 记录家庭的温馨一刻 我回房间时 温一璇一路跟了进来 带着股莫名的自信 反锁了我的房门 转过头 怒气冲冲质问 圣诞夜那天 你在哪里 我在哪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惹怒了她 她整张脸凶狠起来 我和沈记的婚礼时间 已经定好了 一到婚龄就去领证 你算再闹 也不会有机会 她说到这 像是想起什么 唇角带上胜利的笑容 道 他们不过是一时愧疚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但只要我们有矛盾 他们一定会站在我这边 我静静等她说完 望着她脸上愚蠢的笑容 不由发笑 要按你说的 父母这么宠你 为什么温家的家业 你什么都得不到 她一双眼恨恨地瞪着我 那还不是因为你 咱俩为了百分之五 争得死去活来 温雁峰刚上大学 就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明明父母最偏心她 怎么不见 你跟她争宠 她被掖住 骨灼眼却说不出反驳的话 因为你知道 你争不过她 在这个家 她天生高你一等 你只能讨好她 让她愿意低下身来对你好 你胡说 温义璇不愿意承认 爸妈最疼的是我 从小妈妈就陪我上课 她从没陪过你和哥哥 我想要什么 爸妈都会满足我 那是因为温雁峰是作为继承人培养的 而你的价值是养好了嫁出去联姻 你要的东西从来没触碰到温雁峰的利益 温家钱多 花钱满足你没多复杂 有本事你去闹退婚 跟爸妈要股份和集团继承人的位子 你看看他们还会不会满足你 她被我的话噎了会 但很快又重整旗鼓 你想得美 我不可能退婚 我有自己的梦想 温氏的产业我没兴趣 我吃笑 你说的是那个成为舞蹈家的梦想吗 她要针对你重要的话 你为什么会放弃出国的机会留在国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让你留在国内的是霸和哥 他们说不想你离家太远照顾不到 但其实是怕你出国后审计疫情别恋 妈上次被他们气着了 他们却让你推了比赛去照顾 那场比赛你肯定准备了很久吧 闭嘴 温一玄不想再听 你别想挑拨离间 是不是挑拨你自己清楚 要做梦关起门来自己做 别到我面前来耍微风 我不爱陪人演戏 出去 温一玄没动 嘲讽我道 说得冠冕堂皇 你还不是羡慕我 有人爱你勾引审计不就是为了让我难受 但我告诉你 审计他心里只有我 爸妈偏心的也永远是我 你做的所有一切都只是徒劳 他总是把自己在我心里想得太重要 见我不说话 他恼怒问 你敢说你圣诞那晚没和沈济在一起吗 我依然态度淡淡的 圣诞那晚我在工作 我对处处不如我的男人没有兴趣 我的话不像作假 温一玄这才经意不对劲 他一直以为要防的只有我 但沈济这种含着金汤匙出身的男人 身边怎么会少得了诱惑 他接触的上层男人圈子 酒桌上美女是必备的 想让他们这种人守身如玉 男如登天 温又安和叶时娥年轻时感情也好 他最多也是做到了 没在外面搞出孩子 和他同等财力的 有的老婆换了好几任 有的私生子上门 相比下来 他竟然还算不错 温一玄自小就被捧着宠着 哪里受得了对方背叛 找了私家侦探去查 在一次聚会中捉了审计现行 听人说 那时审计那组游戏输了 女生含着酒去喂他 喂完整整一杯才能结束 结果才第二口 就被温一玄扯着头发 从沈济腿上拽了下来 温一玄大闹一场 沈济一直在无奈解释 后面还追出去了 青梅竹马的感情 还算惊得起折腾 之后温一玄又抓了他好几回 弄得他的好友圈怨声再道 他自觉没面子对温一玄说话重了些 温一玄哭着回来说要退婚 温又安先是说会让沈家教训沈济 又劝了温一玄许久 温一玄觉得有了靠山 更气了 审计打电话来时 他竟然直接提了退婚 温又安那张慈父脸 在温一玄说出退婚二字后 骤然阴郁 扇了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温一玄打猛了 他呆呆看着温又安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叶石娥哭着护住温一玄 打孩子干什么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一旁的温一玄拿走他手上的手机 低声在和电话那头的审计说着什么 只有我靠坐在沙发上 欣赏这一家子的表演 温又安开始和温一玄道歉 好言劝他 温一玄也在一旁帮腔 温一玄靠在叶石娥怀里哭 叶石娥许事想起自己的遭遇 他对女儿的未来无力改变 只能默默落泪 温家父子很会拿捏温一玄 没意会他就被哄得连连点头 反过来给他们道歉 戏唱吧 我也看够了 江琪开车来接的我 他还没毕业 入不了公司 只在外替我办些私事 温总今天似乎心情很好 他笑着问我 嗯 我蛮唇微笑 看虚伪的人撕开面具 挺有意思 你做得很好 开发游戏烧钱 公司的前两款小游戏 虽有营收 但都被我用来填 神明在上这个坑了 公司还在运营 是我以一己之力用钱顶着 周一怀他们知道 我的难处 主动提出减薪的想法 我全驳回了 神明在上是所有人的梦想 我没出力 只能多出点钱了 后辈交给我 你们要做的事 毫无顾虑往前冲 一番话下来 把他们感动得不行 卯足尽敢功 终于在一年半后 开始攻测 意料之中 好评颇多 我砸了许多钱宣传 甚至亲自出场游戏发布会 介绍完游戏后 为所有人 讲了这个游戏背后的艰辛 这个团队组成时 几乎全是经大 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都是资深游戏迷 把他们聚在一起的 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在游戏里 向全世界展现 我国的神话世界 这个故事中 我的形象 是一个被他们梦想打动的 有钱学妹 周以怀形象很好 他团队里的几个核心成员 收拾收拾 也都拿得出手 男生统一黑西装 女生则穿西装裙 镜头不管扫到哪 都能看到胶原蛋白满满的 一张张年轻小脸 前期 团队的故事比游戏还火 网友还猜测 我和周以怀有情 不然我不会花这么多钱支持他 许多网友磕起了 我和他的CP 工作群的截图被爆 我的那些加薪语录 和节日红包 被营销号发散 网友们把逐梦称为最想入职公司 大多数企业家不爱在自己身上搞噱头 他们受不了网友对自己不好的评价 在我这 成功最重要 我不在乎自己在舆论中心是什么形象 不出我所料 一番操作下来吸引了众多玩家 开服当天火爆到服务器都被挤崩了 神明之上 这款游戏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营收蒸蒸日上 在新游戏中风头无两 温家父子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我在温佑阿面前 一直是个缺爱依赖爸爸的形象 所做的一切 不过都是为了要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从来没把 我和一直在亏钱的逐梦放在眼里 神明在上的日营收让他们震惊 他们没想到 我这个一直被他们忽视的女人 竟然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温家父子在家 已为我庆祝为由 摆了场红门宴 一入座虚寒问暖 让我感受了一把温一璇的待遇 气得温一璇看我时 眼里像藏了刀子 他们自以为将我哄好后 终于说出了真实的诉求 要我把逐梦给温雁峰 我直接拒绝了 不仅拒绝 我还大到苦水 最后跟他们要起钱来 温雁峰顺势心疼我太辛苦 让我不要再管这些 左右有他们养我 我冷哼一声 语气嫌弃道 这么多年的心血 我不管 难道让你管吗 家里的酒店让你管了几年 也没看你做出什么成绩 这话一出 温雁峰被激怒 一家人不欢而散 我对温雁峰时 温又安虽然没说什么 但脸上的不悦明晃晃摆着 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野心 我和他们离丝破脸 只差一层窗户纸 神明之上很争气 端有手游其发力 回本比我预料中快了许多 竹梦的名声打出去后 拥有了一群庞大的游戏粉 他们给我省下了一大笔营销费 我从京大毕业 重心全部放到了事业上 竹梦的项目组越开越多 渐渐成为温氏的支柱产业 为温氏在游戏市场打出了一片天地 慢慢地盈利超越其他公司 成为温氏第一 董事会上 我做到了温又安的右侧 我与温氏彻底撕破脸皮 每次见面互不相让 企业内部分化出两方派系 叶时娥不愿看到家庭不合 劝过我几回 都被我噎回去了 她见我坚定 终于不再劝 把她手上的百分之十股份 转给了我 看见我错愕的表情 她有些尴尬 轻声解释 小璇和沈济感情好 我很放心 你从来没跟我要过什么 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 她虽然偏心 但确实是这个家最关心我的 小秋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没有 你有钱有时间 想养多少人 都是你的自由 温亦璇其实并没有损害到我的利益 相反 她无形中帮助了我许多 叶时娥没想到我这么理智 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慢走妈妈 有时间我会回去看你的 我朝她微笑 声音是少有的温和 叶时娥点头 她含泪紧紧拉着我的手 好一会才松开 20%的股份加上竹梦 董事会上我成功当选为 温氏集团新一任执行总裁 坐上互联网大船的温氏 在我的带领下成功转型 慢慢将从前其行的沈氏 甩到身后 国内福不思绑 我把温雁峰和沈济 远远甩在身后 总裁 听说小温总和小沈总 今天发了好大的火 将其的语气满是幸灾乐祸 又怎么了 郑家晚宴 有人说京都两位太子爷 加起来都不如总裁你 又没说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